记者陈贤一台东报道,一场车祸虽然夺走了关山证明彭德峰的生命,家属献大爱,将三藏结于款一往生者的名义捐给关山社福团体,一爱人间也希望借此延续他生前乐于助人的寄婆性格。 家人表示,彭德峰没有子女,但身体仍算硬朗,因此平日为一人独自生活,每月领友社会就助金,这次捐款因也是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 彭源包凶彭德逊代表家属捐助关山圣十字架疗养院十万元,指称未婚的彭德峰早年曾在葬一社帮忙,许多人不愿意碰得或做的事情,他总是不计较。 后来由于葬一社老板不做了,彭德峰也跟着失业,平日虽然靠政府的社会就既经生活,却也自得其乐,爱帮助人的个性却从未改变。 圣十字架疗养院长高德兰,目前关山圣十字架疗养院内有四十位的长期被照顾的重症行动不便或插管患者,修女们和专业看顾细心照护,来自外界的社会关怀让他们倍感温馨。 感受在小镇的努力是不寂寞的。